在新衣箱融会梅子梦工厂 副厂整的亲自导览下 雪里香均衡国小的学生 从酒库开始参观 再来是加工的流程 最后就是展场 学生认真听也很认真地在看 我以前没看过那么多的酒 原来酒都是装在木桶仪的 经过这个帮我们讲解之后 小朋友他们也认识到说 原来酒这个东西 是需要一段时间去做这个熟成跟制作 另外还有就是说 原来他们在地这么亲近的梅子 是可以做成这么多的产品 其实是他们未来的时候 可以为自己的家乡 再去做更大的发展的一种可能性 校长谢维奇感谢新衣箱融会的介绍 接此也能够让孩子认识在地化的产业 进行在地化的教育 是学校一个教育的目标 那来到新衣酒庄 我们谢谢我们的副厂长 为我们介绍了一个制酒的流程 结合我们地方产业梅子 那我们也看到新衣农会 新衣酒庄 这很多创意的一个行销 县议员陈昭玉指出 来参访梅子梅工厂对于学生来说 相当有意义 从中也能够认识在地化的产业 中坑国小的小朋友生长在梅区 我们上岸地区 军圈地区的梅子也是很有名 但是因为製作的过程各方面 可能没有科学化 现代化 所以今天特别去我们的梅子梅工厂 新衣乡農会所经验的这个工厂来参观 我相信会将他们基本 烟制梅的这个基本的工夫 来把它取好以后 对于所谓食安的一个观念 对于现代产销 它的包装的一个观念 都有更进一步的一个认识 梅子是新衣以及水里 两个乡镇重要的产物 而透过参访 更能够让学生认识在地的农特产品 陈昭玉议员也希望能够有 更多的学校来参访 让学生认识在地农特产品 记者邱平一新衣采访报道